我在减肥 平平不让我吃那玩意儿 中午陪我吃 再喝两杯 好吧 舍命陪君子 小马耸了耸肩 两人很有默契的同时出拳 在对方的胸口上来了一下 尴尬的气氛一扫而光 兄弟 本来就不用道歉 不用多说 一句话 一个行为 就能找回过去的感觉 几个人坐下聊起来 四宝本来还想说 自己调查到 关于古墓的情况 叶少阳把林三生拉出来 介绍了一下 四宝彻底不用说了 毕竟谁也没有林三生 更知道古墓的行动 什么时候动手 四宝问道 等橙子到了 另外我还要再想想 怎么样才能对付紫月 办法 我已经想好了 四宝从袈裟袖子里摸出了一只金光闪闪的灯台 一拿出来 立刻就有了一道佛光散处 叶少阳知道 这一定是好东西 不由认真地打量起来 这灯台看上去像是个镀金的 形象是一只仙鹤 单脚踩在一只乌龟的背上 仙鹤半张着嘴 口中含着一粒圆球 中间有一根碾子 这又是神马 阿拉丁神灯啊 小马刚满血复活 立刻又恢复了霍西尼的本色 四宝没有理他 对叶少阳说道 仙鹤在你们道家 是祥瑞之物 在我们佛家也是一样 这灯啊 叫做仙鹤灵灯 是五台山 与金文博鱼齐名的法器 那天你走之后 我就回了一趟五台山 找我师父借来这宝贝 说着 看了瑞冷玉一眼 说道 这还是受你那五宝金莲的启发 这仙鹤灵当 与你的五宝金莲差不多 都是火系法器 佛家有三种火 金莲夜火 南明离火 菩提真火 你的五宝金莲 能放出金莲夜火 我这鹤灵灯 放出的则是菩提真火 小马说道 不都是火吗 有什么不一样 难道火也分三六九等 四宝解释道 火不分三六九等 但是成因不一样 作用也不一样 区别是 贫僧也懒得跟你解释 叶少阳点了点头 他尽管对佛家的各种火源不懂 但想来与道家也差不多 道家的火也有三种 紫微天火 地狱烈火 三味真火 形成的原因不对 能用在的地方也不一样 我这仙鹤灵当 放出的菩提真火 据说是当年世家牟尼 在菩提树下悟到之后 用一把火燃烧了自己的业力 成为佛祖 这火就是菩提真火 用来烧鬼 能燃尽体内的力气 叶少阳听到这儿 也就明白了 说道 你也是想要超度他 四宝叹道 他为了布这个阵 显出生命 又承受了千刀万剐之痛 我实在是不忍心灭了他 但是他炼魂无数 又积累了那么多的怨气 平常法子 根本就没法超度 只能用菩提真火 锐冷遇说道 他不会让你超度的 所以啊 我要先打他的生活不能自理 失去反抗之力 然后再超度他 四宝看了叶少阳一眼 我这次 让你见识一下佛家的真法 我想过了 紫月是借助幽灵路的怨气 才强大到不可战胜 这说起来 还是利用了四九生机变的邪术 那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 也找四十九个人 列成阵法 四九交叉 组成杜结阵 激发这四十九个人体内的阳气 用来压制四十九个鬼魂的阴气 一旦成功 四九生机变的阵法 立刻就会破解 幽灵路 也就废了 紫月无法借力 凭我们几个 想擒住他 应该不难吧 叶少阳拖着下巴 想着一会儿说道 办法不错 但是 你得保证这阵法一定能成功 一旦失守 这四十九个人 可就危险了 这就要看你了 四宝冲他笑了笑 这一次 让我主阵 你当先锋 在我不阵做法的时候 无论如何 你也要锁住紫月 一旦阵法发挥威力 你再跟瑞冷玉联手 把他击败秦宙 我再用菩提真火烧他 出去怨气 就好超度了 叶少阳说道 听上去还不错 就是我这压力太大 你这阵法成型之前 紫月是全胜时期 我顶不顶得住 还是一回事呢 四宝说道 你一定要顶住 不然你指望我们谁来顶 谁是他的对手 叶少阳怂了怂肩 那就交给我吧 四宝说道 我这阵法叫做八荒 需要把四十九个人 其实是四十八个 因为我在中间主阵 四十八个人分成四组 每一组需要一个人来引阵 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必须是法师 或者是厉鬼大妖 说白了 就是能跟怨气对抗 环顾着左右 又说道 冷玉算一个 瓜瓜算一个 这位林老兄 应该也可以算一个 还有一位 谁来呢 老郭肯定是不行 小马把手举了起来 我报名 你不行 四宝不加思索 不能说男人不行 小马瞪着他一眼 别忘了 我是马天使 我最近几天 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肚子里老是胀胀的 好像有气体形成 小燕子 你说过 我是什么 灵媒介质 能自行吸收钢气 你看我现在 是不是变身了 叶少阳起初 以为他是开玩笑 抓住他伸过来的手腕 释放钢气 到他体内感知了一下 顿时呆住了 小马体内的气还血重 有阴气和钢气 两种气息 很有规律地翻滚着 猛然想到 上次带他走音 体内吸收了不少阴气 难道现在 才产生作用 真的是阴阳二气双胸 天下有这样神奇的体质 叶少阳急忙 用钢气 探查他体内的经脉 这一才发现 骑经把脉 有一半都打通了 可以让气息顺利地运行 顿时 惊得说不出话来 四宝本来等着 看他吸了小马 见他表情不对 也急忙用钢气探查了一番 结果也是当场杀了 你最近遇到什么怪事没有 叶少阳抓着他的手码上问道 怪事 像鬼什么的 小马皱起了眉头 什么都算 快想想 小马挠了挠后脑梢 你也露道 别的怪事没有 最近我老是做同一个梦 梦到我在一个很大的湖里游泳 渴了就喝水 喝了很多 然后就肚子疼 接着就吐 这算怪事吗 谢谢大家 这算怪事 真的 什么情况 感谢观看